WUT沙特大满贯 女单第二轮 王曼玉对阵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 现在国平女队面对印度选手 不用看世界排名了 因为输了太多 因此让每场比赛都很揪心 此一果然也不例外 王曼玉虽然11比6拿下首局 但迅速陷入苦战 第二局 王曼玉5比11高负 第三局 王曼玉再次被拉开比分 挽救局点失败后 7比11再丢一局陷入绝境 此时 王曼玉已经遭遇到了巨大的危机 要知道根据国平公开规定 如果在沙特大满贯输掉外战 将扣除3000积分 本来和陈梦差距不大的王曼玉 或将将面对毁灭性的打击 无缘巴黎奥运女单的可能性 都浮现了上来 在危机中 王曼玉最终没有顶住 成为了国平女队出局第一人 输掉外战扣大分 麻烦了